武汉肺炎张上纯,确诊病患中有慢性病者症状都特别严重。 记者吴亮仪,台北报道第34例武汉肺炎病患有多重慢性病,感染武汉肺炎后出现肺炎等症状。根据统计,目前国内的确诊感染病患中,出现肺炎等重症的病患都是有慢性病病史,显示这类病患若染病,病况会特别严重。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上纯说,就目前看起来,国内的确诊病患中,年轻人几乎都是轻症,甚至没有症状,但有慢性病病史的人感染武汉肺炎,状况几乎都很差,甚至重症。 今天新爆发的4例院内感染案例,推测都是接触案34导致,案34本身有多重慢性疾病,糖尿病,心血管问题,心脏衰竭,脚步感染,糖尿病控制不离想导致低血糖。 本身状况很不好,住院还出现心筛节和肺炎,情况很危急,可能让很多护理人员疲于照顾。 之前中部白牌车运将也有糖尿病病史,染病后不久死亡,研究也指出,超过80%的病例为轻症,而慢性病患者,老年人和吸烟者的风险最高。 张上纯说,指挥中心早就在很早以前就呼吁有慢性病患者到公共场所都要戴口罩,也提醒最重要的还是请洗手注意身体状况。